大家平安 今天是用光的进度进入到路德记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段在一章的1到14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我们要向你先当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 学习聆听阅读你的话语 愿你真理启示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 照你的花来心 向你先当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今天要来看8到14节的经文 第8节 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 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愿耶尔华恩待你们 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尔华使你们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 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拿阿米说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啊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抽苦 因为耶尔华身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耳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也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姆 好我相信路德记应该是我们也有机会 有听过的圣经故事 但是 特别在 我们今天读的这小小段落第八到十四节 拿阿米这个婆婆为了她两个媳妇着想 很有意思是 娘家 我娘家我应该懂 其实这是女子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 所以在经文当中应该是暗示路德父亲还在 然后 所以 当拿阿米就对她说 你们就回娘家吧 岳耶华恩待你们 然后 向你们如何是恩待一丝的人 就是指拿阿米丈夫跟他们自己本身的丈夫 愿耶华是你们各在新夫家中的平安 平安其实 不是平安 平常我们讲平安平安而已 还具有安全的 避孕所的意思在中间 古代近东只要是没有 结婚的女子或者是失婚的女子就是没有保障 所以 这个婆婆就祝她们能够得到保障得享平安 然后 在这边 其实 很有意思 这个婆婆因为她自己也知道 因为那个年代 他们的 风俗习惯就是 家族 男子还可以再娶 就是那过世 兄弟的 妻子为他留后代 但是没有了这个家就没了 所以 阿米就清楚知道说 你们就去把愿 你们回你们娘家 他至少你可以得到照顾 然后 其实很有意思是 拉米本身她的丈夫过世 但是他也顾念他 媳妇们的需要 他觉得他也没办法成为他们保护 所以说你们就回去吧 当然很有意思是 这个信仰 好像也还留在 娜米的心中 因为 他们 整个家庭原来是因为饥荒来到 磨压地 但是 他们竟然也都遭遇 丧失亲人的痛苦 无依无靠 但是 这时候 选择回来 很好玩的是路德记当中不断有 愿耶和华恩待赐福 但是 路德记也是 少数 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神 做什么 说什么 所以 在这样的互动关系当中 路德他 恳求他要跟他婆婆同心 他做了一个选择 那 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可以怎么样跟人分享 我们现在祷告 今天主上帝谢谢你赏赐恩典 你是慈悲烈的神 你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 主你也深知我们心中的软弱 跟 不知所措 当拿阿密他失去丈夫失去儿子之后 他最大祝福就是希望他的媳妇们 能够在新的夫家得到安全保护 而我们呢 我们真能来到 安全稳妥之处 真的来寻求你吗 主也求你 圣灵不断提醒指教我们 将祂祂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